河西四郡无论哪个名字都如雷贯耳,无论哪一座城市都历史悠久。 武威这个名字尤其如此,听起来十分霸气,这个名字也是河西四郡里最早最能体现大汉威仪的一个。 在汉武帝时期,霍去兵过燕之山千余里,打垮匈奴修徒王,占领了河西走廊的东端,获取了匈奴的寄天金人,一时间朝野震动。 汉武帝为了纪念这一战役,彰显西汉王朝的军威和武功,把战争胜利的地方命名为武威,武威也就因此而得名。 后来,霍去兵又乘胜追击,打垮了匈奴魂爷王,彻底打通了河西走廊,才有了后面,张叶,九泉,这些流传两千年的古老城市名。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武威南城门的城楼之上,在我身后的就是武梁博物馆。 武威就是从武梁时期开始,文化慢慢的兴盛起来,如果说大家想要了解这一段显为人知的历史,就可以到武梁博物馆去看一看。 我们眼前的这座城门就是梁州城的南门,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两个字是梁州,那么它为什么是三点水呢? 有许多当地的朋友也调侃,因为我们武威缺水,所以就把梁字加一点,希望水能多一点。 其实啊,在隋朝的时候,梁州可以说迎来了黄金发展期,这里又是隋文帝阳间的弟弟,阳爽的封地。 在隋唐这个时期,梁字的书写方式就是三点水,所以城楼之上的这个写法也一直保留至今。 在这个城楼之上呢,这两面分别都挂着牌点,这边呢写的是雄冠威智,这边写的是银武威。 来到五威,首先要去雷台看一看,这里出土的马踏飞燕是中国的旅游标志,在五威也有许多和天马有关的元素,比如说天马酒店,天马广场,天马壶等等,这都表现着五威人对马踏飞燕的认可。 想了解五威,那就要先了解五威的文化,从汉武帝打通河西走廊开始,中原文化,西域文化开始在河西走廊汇聚,看儒学发展,就去文庙,它是全国三大孔庙之一,也是儒学进入河西走廊的见证,看佛学,就去纠摩罗十四,从公元385年至今,已经有近2000年的历史了, 还要去看一看天梯山石窟,了解一下梁州建造模式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全国的。 当然,别忘了白塔寺,在这里的梁州汇盟,见证了西藏走进祖国的怀抱。 在梁州诗词馆里,品味那些流传千年的诗句,葡萄美酒夜光杯,玉影琵琶,马上催,诉说着五威的独特浪漫,黄河远上白云间,一片孤城万刃山,展现出梁州的争容往事,沉浸其中,也好似穿越千年。 梁州就是我们理解的西梁,那三国时期,蜀汉名将马超是不是五威人呢? 据考证,马超的祖籍是关中福峰,他的父亲马腾在年少时就来到西梁当官,马超也是出生在五威的,所以五威可以说是马超的第二故乡。 在马超长大以后,马腾举家搬迁到了现在的陕西梅县,他们当时率领的梁州兵,大多是从五威这一带带过去的,战斗力非常强悍,一度给曹操带来了很大的麻烦。 要不是曹操破水城墙,马超很可能没有后来的未瞧之事。 梁州人的豪放也体现在这里特别的美食,三套车上,一碗行面加上酸辣味十足的卤汁挑战喉咙,一盘卤肉肥瘦相间,原汁原味,面配肉再来上一杯浮茶,豪放粗广,五威人的性格也都汇聚其中。 当夜幕降临,五威南门,可以说迎来了他这一天最繁华的时刻,我们能够感受到独有的韵味。 听当地人说,他们的生活都是慢节奏的,而且非常的惬意,没有大城市的紧迫感。 人们在等公交车的时候,如果觉得这一趟人太多,那也不着急,继续等下一趟。 喜欢慢节奏生活的朋友,五威就是非常不错的目的地。 感谢观看